我是德国资干五 我要吃巧克力哈 我们这个 德国 意料圣诞 就是整个十二月份 都要吃巧克力 会胖死的 这样没办法 好吧 我不是德国资干五 所以呢 我有很多想法 其中一个想法就是 我最近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中国政府在哪 在北京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中国雾霾在哪 好吧 到处都在 北京也很严重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觉得雾霾 反正是天壤的 但是中国政府 他为什么要呼吸那空气啊 不好 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北京 是一件不好的事 那些叔叔年纪也不小了 他们天天努力 天天为中国加油 他们呼吸那空气啊 实在是让人心碎 我觉得很受不了 我觉得 中国政府他最好在哪呢 在海南 而且 这么说吧 中国政府现在上班的那个地方叫啥 叫中南海 对不对 那我问你北京有海吗 没有海啊 而且还叫南海 中国南海 中南海 这个中国南海在哪呢 就在中国南海 所以说中国政府最好 搬到中国南海去 就是在南边空气好得很 这样的话那些叔叔 啊 这个工作也好舒服多了 而且 我在想 其实 嗯 伟大领袖毛泽东 纪念馆也不好 在北京 你想想人家毛泽东 伟大领袖毛泽东 他为中国牺牲的那么多 他现在还有呼吸那个空气啊 实在是让人受不了